嗨 您請鎖定哈囉台灣 我是張家如 淑莉早安 嗨 嗨 淑莉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淑莉 妳今天的造型好美 妳今天根本是花仙子來的吧 對啊 今天淑莉 一定要當一個美美的花仙子 因為我在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然後剛剛我們在採花採得 福益樂乎差一點 忘了趕快就位 你知道嗎 願意一點手忙腳亂 今天淑莉要帶大家哪裡 家如 妳在台北 可是我可在國境之南 我在屏東的九茹呢 所以那邊泰起來 天氣還滿好的 淑莉 對啊 很好啊 清晨的時候我們還看到 那個一輪明月好大的月亮 然後這清晨妳知道嗎 就是涼涼涼涼涼 而且空氣中就是有這個 露水這個味道 而且在我這個空階裡面 我聞到了滿滿的花香 家如妳知道嗎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全台灣最大的有機玫瑰花田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好幸福 就是為了全台灣最大的有機玫瑰花田 所以今天熟莉打扮成花仙子的模樣 然後你看看我現在手上滿藍的家如 有沒有看到滿藍的這個玫瑰花 而且這個玫瑰花是有機的玫瑰花 是可以吃的玫瑰花 這個是可以吃的 所以等一下熟莉妳要吃玫瑰花大餐了嗎 當然我們今天可是有浪漫的玫瑰花早餐 當然了孕育出這個全台最大的有機玫瑰花田 就是我們的玫瑰神農 玫瑰有神農耶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玫瑰神農 我們趕快有請我們的楊大哥 楊天德 楊大哥 一早就先給我一朵花 超浪漫的 是 很香 真的好像 怎麼會 這個花香好濃郁喔 對 尤其是在清晨的時候是不是 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難怪在這空氣中一大清早 其實除了有露水 然後就是也聞到了這個玫瑰花的香氣 對 妳看這露水其實很漂亮 妳看 又露珠有沒有 對 露珠很漂亮 清晨看到這場景 整個人都清新了起來 而且也覺得活力滿滿 說實在的 楊大哥 你是台灣的玫瑰花神農耶 是... 怎麼樣孕育出這一片有機玫瑰花田 總共占地有多少呢 這邊總共占地差不多快20公頃 快20公頃啊 快20公頃的有機玫瑰花田 而事實上這些花都是用來食用的 用來食用的 完全是食用機的 對 完全是有機栽培 而且都是有機栽培 事實上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扒下來吃了 可以喔... 可以喔 來... 而且你看這清晨 這個露水沾在玫瑰花瓣上 來...我們來看一下 要餵妳嗎 不要啦 我只給妳來一點好了 這個喔 在鏡頭前面太你農我農喔 也怪... 對啊 要來每個圓嘛 你也知道 每次我都說妳先吃 妳吃不怎麼樣 我要吃 那等24小時 對 有甜點的 甜甜的嗎 甜甜的 厲害喔 這是真的食用級的玫瑰花 而且其實整個環境在這邊 都非常的舒服 空氣清新 而且其實這裡真的是非常有機的 環境 對啊 甜甜的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 真的甜甜的 夏天是橙色 冬天比較甜 冬天比較甜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這個氣象趴趴購 介紹這個有機玫瑰花 是有原因的 因為玫瑰花 大家一年四季都看得到 但是品質最好的玫瑰花 都在冬季嗎 對 冬季玫瑰 就在屏東 就在屏東 冬季的玫瑰就在屏東 沒有想到在國境之南 居然能夠有這麼大一亩 對 整個玫瑰花田 你這個叫做大花的一號二號 一號二號 主要都是拿來做什麼呢 做食用 都是做食用 所以大家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滿滿的一桌 今天大家是不是很羨慕熟利 因為我們就在玫瑰花田裡面 而且我就跟楊大哥說了 我今天一定要在玫瑰花田 吃一頓浪漫的玫瑰早餐 漂亮的早餐 所以我們這個現場 全部都是用玫瑰花做的 對不對 好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是 首先就麵包上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全部都是用玫瑰花所做的麵包 對 玫瑰麵包 然後玫瑰餐包 還有玫瑰餐包對不對 像這個餐包這樣 大家來看一下 都是玫瑰的 裡面整個都是玫瑰 可以吧 可以... 你看看 包括玫瑰 吐司 對 也都是滿滿的玫瑰花瓣 然後下去做的 一大清早 你看看吃這麼棒的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玫瑰花水了 對不對 你看 還有這個 還有特別的麵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糖糖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優格 優格 你看好像是 好像普通的麵包對不對 我們可以打開嗎 好啊 粗魯一點好不好 好啊 粗魯一點 來 你看 裡面都是 玫瑰啊 這個是優格 這個是整個玫瑰花瓣 對啊... 它是用優格做的 它是用優格做的 對 滿特別的 但是裡面是新鮮的玫瑰花 可以看到 新鮮的玫瑰花瓣 整個下去做 然後包含玫瑰的優格 優格 這個就是玫瑰花的優格麵包 是 那你看 一大清早 泡這個玫瑰花水 像這個旁邊 我們用熱水 然後泡一整壺 那麼另外其實也可以冷飲 對不對 對... 玫瑰花瓣水 像這杯水很好喝 妳喝看看 怎麼說呢 好香喔 光是鼻子湊上來 就已經一股... 就一股玫瑰花香 好喝耶 對 又有一種甜味 香味都有對不對 主要是喝下去之後 你真的就是滿口的玫瑰香 今天吃這一個真的是好幸福 另外其實有很特別的 漢堡居然也是玫瑰花做的 玫瑰花漢堡 這個名字還滿有趣的 這叫什麼 有沒有看到香蕉 看到香蕉 有耶 對 有香蕉 它是個焦氣 焦氣 焦氣漢堡 焦氣漢堡 我只聽過澳焦 沒有聽過焦氣漢堡 所以你那個焦是香蕉的香 香蕉的焦 然後這個漢堡 其實包括整個漢堡的麵包 裡面也都是用玫瑰花瓣 然後打開一看 來 大家看一下 都是滿滿的玫瑰花瓣 另外這個肉是什麼肉呢 那個是雞肉 雞肉 雞肉加上玫瑰花瓣 再加上香蕉 楊大哥你要告訴我們了 為什麼用玫瑰花瓣 然後雞肉再加香蕉 這主要是 其實是玫瑰花有沒有 對那個什麼 對油膩 可以去油膩 你當然吃一個玫瑰花 跟肉片吃 不管是豬肉或者是牛肉 或者是雞肉都不管 只要是有油脂的東西 玫瑰花下去的話 搭得會非常大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漢堡 我覺得這是我吃過 最美味的漢堡 吃了這個漢堡 大概我就不太會想要再吃 外面的漢堡 最主要是裡面 滿滿的玫瑰花瓣 對... 那的確喔 在這個玫瑰花瓣 再跟肉搭配起來 絕配 就像你說了 感覺就不油膩了 不油膩 對 而且玫瑰的花青素很高 它相當高 另外你看看 我們這邊還有五顏六色 顏色非常繽紛的 是我們的玫瑰花沙拉對不對 是 還有你看看 如果說要喝下午茶的話 這有玫瑰的絲糠 對絲糠 你看那個花醬有沒有 跟玫瑰花醬去搭的 用玫瑰花醬 事實上今天我們也會介紹 這個玫瑰花的花醬DIY 怎麼製作 對 如果說 楊大哥 這一片玫瑰花田 是開放給民眾來的嗎 對 我們每年的11月份到4月份 都會開放 12月份到11 11 11月份就開始開放了 一直到隔年的4月份 這段時間是屏東最舒服的 台北 台北可能是會下雨 好冷 然後來到屏東 那麼溫暖的屏東 其實真的是台北 在冬天的時候 也不用出國 就來屏東 就來屏東 享受這國境之南的 灿烂陽光 溫暖的陽光 而且你知道嗎 長陽在這個玫瑰花田裡面 來到這邊不僅可以採花對不對 對 還可以吃花 是不是 像你這些都是可以吃得到的嗎 來到你這裡 當然可以 所以你看看 包括我們的玫瑰漢堡 還有這個雞肉捲 墨西哥的玫瑰雞肉捲 還有甚至包括還有玫瑰的貝果 貝果裡面也是 玫瑰 而且這玫瑰裡面你看 除了玫瑰花瓣 還有這個玫瑰花的酸奶醬 還有酸玫瑰花的酸奶醬 大家是不是開眼界了 所以你說吃上這樣子 這個早餐能夠不幸福嗎 能夠不浪漫嗎 我告訴你 我想大家好像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奔到你這裡來了 是... 尤其你會建議 最好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如果來到你這裡 其實這個時候是最漂亮的 這個時候也就是清晨囉 對... 對 這個時候早上來 跟黃昏這段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其實你來的時候 也比較靠運氣 有時候剛好這一批花很多 剛好一批花 你就可以欣賞到很多花 但是如果說剛好 我們花都採完了 對 會可能花量比較少 但花量比較少的時候 但是來這個環境 有機的環境有沒有 就也滿舒服的 也很舒服 所以來到這邊 真的你要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悶下來 對 那麼好好享受一下 這裡的陽光 這裡的氛圍 這裡的香氛 都是大自然給我們 對 尤其你看笑場 你看這麼漂亮的多酚 這一杯是... 你看這一杯裡面有玫瑰多酚 它裡面有牛奶跟黑糖 牛奶跟黑糖 再加上玫瑰多酚 所以這一杯是非常養顏美容的 高度的抗氧化都在裡頭 所以你說喝不喝 當然喝 在待會兒的時候 我就準備給它喝下去 所以我說了 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要靜下心來 尤其一定要喝我最愛的 就是泡上一杯玫瑰花茶 有沒有 你看看 很甜 雖然已經滿了 可是你看 這個玻璃壺上面泡著玫瑰花瓣 然後熱水倒下去 你光看這裡面這個顏色 花瓣 然後在壺裡面的顏色 然後你好好地享受一下 這樣子把它倒在杯子裡面 然後喝上一口 真的整個嘴巴裡面充滿的就是 玫瑰花的香氣 真的是 我都不想爆氣象了 但是不爆氣象不行 因為會被老闆罵 也會被觀眾罵 所以就在這個玫瑰花 這麼浪漫而且活力的早晨 淑莉要來爆氣象了 其實久如今天真的溫度好舒服 這裡的溫度現在差不多17度左右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清晨在苗栗的大湖只有10度 你看看你這裡 多麼的溫暖 你看現在陽光是照射在你的臉上 對 現在這陽光 又照射在我的臉上 我就覺得整個 整個人都發光發亮 怎麼樣孕育出這一片 有機玫瑰花田 總共占地有多少呢 這邊總共占地超過快20公頃 快20公頃 快20公頃的有機玫瑰花田 而事實上這些花都是用來食用的 用來食用的 完全是食用機的 對... 完全是有機栽培 而且都是有機栽培 事實上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扒下來吃了 可以喔... 可以喔 來... 而且你看這清晨 這個露水沾在玫瑰花瓣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要餵妳嗎 不用啦 我只給妳來一點喝 這個喔 在鏡頭前面太你濃我濃 也怪怪 對啊 藍玫瑰花園 你先吃 每次我都說你先吃 你吃不怎麼樣 我再吃 那等24小時 對 有甜甜的 甜甜的嗎 甜甜的 厲害喔 這是真的食用級的玫瑰花 而且其實整個環境在這邊 都非常的舒服 空氣清新 而且其實這裡真的是 非常有機的環境 這個甜甜的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 真的甜甜的 夏天是橙色 冬天比較甜 冬天比較甜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這個氣象趴趴購 介紹這個有機玫瑰花 是有原因的 因為玫瑰花 大家一年四季都看得到 但是品質最好的玫瑰花 都在冬季嗎 對 冬季玫瑰 就在屏東 沒有想到在國境之南 居然能夠有這麼大一亩 整個玫瑰花田 那你這個叫做大花的一號二號 一號二號 主要都是拿來做什麼呢 做使用 都是做使用 所以大家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滿滿的一桌 今天大家是不是很羨慕熟利 因為我們就在玫瑰花田裡面 而且我就跟楊大哥說了 我今天一定要在玫瑰花田 吃一頓浪漫的玫瑰早餐 所以我們這個現場 全部都是用玫瑰花做的對不對 好 來 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是 好 首先就麵包上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全部都是用玫瑰花 所做的麵包 對 玫瑰麵包 然後玫瑰餐包 還有玫瑰餐包對不對 像這個餐包這樣 大家來看一下 都是玫瑰的 裡面整個都是玫瑰 可以吧 可以... 你看看 包括玫瑰 吐司 對 也都是滿滿的玫瑰花瓣 然後下去做的 一大清早 你看看吃這麼棒的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 玫瑰花水了對不對 是 你看喔 還有特別的麵包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 糖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優格 優格 你看好像是 好像普通的麵包對不對 我們可以打開嗎 好啊 粗魯一點好不好 好啊 粗魯一點 來 你看 裡面都是 玫瑰啊 這個是優格 這個是整個玫瑰花瓣 對啊 對... 它是用優格做的 它是用優格做的 對 滿特別的 但是裡面是新鮮的玫瑰花 可以看到 新鮮的玫瑰花瓣 整個下去做 對 然後包含玫瑰的優格 優格 這個就是玫瑰花的優格麵包 然後你看 一大清早 泡這個玫瑰花水 像這個旁邊 我們用熱水 然後泡一整壺 那麼另外 其實也可以冷飲對不對 對... 玫瑰花瓣水 像這杯水很好喝 妳喝看看 怎麼說呢 好香喔 光是鼻子湊上來 就已經一股... 就一股玫瑰花香 好喝耶 對 又有一種甜味 對 香味都有對不對 主要是喝下去之後 你真的就是滿口的玫瑰香 今天吃這一個真的是好幸福 另外其實有很特別的 漢堡居然也是玫瑰花做的 玫瑰花漢堡 這個名字還滿有趣的 這叫什麼 有沒有看到香蕉 看到香蕉 有耶 對 有香蕉 它是一個焦氣 焦氣 焦氣 焦氣漢堡 焦氣漢堡 我只聽過澳焦 沒有聽過焦氣漢堡 所以你那個焦是香蕉的焦 香蕉的焦 然後這個漢堡 其實包括整個漢堡的麵包 裡面也都是用玫瑰花瓣 然後打開一看 來 大家看一下 都是滿滿的玫瑰花瓣 另外這個肉是什麼肉呢 那個是雞肉 雞肉 雞肉加上玫瑰花瓣 再加上香蕉 楊大哥你要告訴我們了 為什麼用玫瑰花瓣 然後雞肉再加香蕉 這主要是 其實是玫瑰花有沒有 對那個什麼 對油膩 可以去油膩 你當然吃一個玫瑰花 跟肉片吃 不管是豬肉或者是牛肉 或者是雞肉都不管 只要是有油脂的東西 玫瑰花下去的話 當然會非常大 好好吃喔 這個漢堡 我覺得這是我吃過 最美味的漢堡 吃了這個漢堡 大概我就不太會想要 再吃外面的漢堡 最主要是裡面 滿滿的玫瑰花瓣 對... 那的確喔 在這個玫瑰花瓣 再跟肉搭配起來絕配 就像你說了 感覺就不油膩了 不油膩 對 而且玫瑰的花心素很高 相當高 另外你看看 我們這邊還有五顏六色 顏色非常繽紛的 是我們的玫瑰花沙拉 對不對 還有你看看 如果說要喝下午茶的話 這有玫瑰的絲糠 對 絲糠 你看那個花醬有沒有 用玫瑰花醬去搭的 用玫瑰花醬 事實上今天我們也會介紹 這個玫瑰花的花醬DIY 怎麼製作 對 如果說楊大哥 這一片玫瑰花田 是開放給民眾來的嗎 對 我們每年的11月份 到4月份都會開放 12月份到11 11月份就開始開放了 一直到隔年的4月份 這段時間是屏東最舒服的 台北 台北可能是會下雨好冷 然後來到屏東 那麼溫暖的屏東 其實真的是台北 在冬天的時候 也不用出國 就來屏東 就來屏東 享受這國境之南的 燦爛陽光 溫暖的陽光 而且你知道嗎 長陽在玫瑰花田裡面 來到這邊不僅可以採花對不對 對 還可以吃花 是不是像你這些 都是可以吃得到的嗎 來到你這裡 當然可以 所以你看看 包括我們的玫瑰漢堡 還有雞肉捲 墨西哥的玫瑰雞肉捲 還有甚至包括 還有玫瑰的貝果 貝果裡面也是 玫瑰 而且這玫瑰裡面 你看除了玫瑰花瓣 還有玫瑰花的酸奶醬 還有酸奶醬 還有酸玫瑰花的酸奶醬 大家是不是開眼界了 所以你說吃上這樣子 這個早餐能夠不幸福嗎 能夠不浪漫嗎 我告訴你 我想大家好像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奔到你這裡來了 是... 尤其你會建議 最好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如果來到你這兒 其實這個時候是最漂亮的 這個時候也就是清晨了 對... 對 這個時候早上來 跟黃昏這段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其實你來的時候 也是要靠運氣 有時候剛好這一批花很多 剛好一批花 你就可以欣賞到很多花 但是如果說剛好 我們花都採完了 對 會可能花量比較少 但花量比較少的時候 但是來這個環境 有機的環境有沒有 就也滿舒服的 也很舒服 所以來到這邊 真的你要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悶下來 那麼好好享受一下 這裡的陽光 這裡的氛圍 這裡的香氛 都是大自然給我們 尤其你看笑場 你看這麼漂亮多分 這一杯是 你看這一杯裡面有玫瑰多分 它裡面有牛奶跟黑糖 牛奶跟黑糖 再加上玫瑰多分 所以這一杯是非常養顏美濃的 非常... 高度的抗氧化 對... 都在裡頭 所以你說喝不喝 當然喝 在待會兒的時候 我就準備給它喝下去 這樣 所以我說了 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要靜下心來 是 尤其一定要喝我最愛的 就是泡上一杯玫瑰花茶 有沒有 你看看 雖然已經滿了 可是你看 這個玻璃壺上面 泡著玫瑰花瓣 然後熱水倒下去 你光看這裡面 這個顏色花瓣 然後在湖裡面的顏色 然後你好好地享受一下 這樣子把它倒在杯子裡面 然後喝上一口 真的整個嘴巴裡面 充滿的就是玫瑰花的香氣 真的是 我都不想爆氣象了 但是不爆氣象不行 因為會被老闆罵 也會被觀眾罵 所以就在玫瑰花 這麼浪漫 而且活力的早晨 淑莉要來爆氣象了 其實久如今天 真的溫度好舒服 這裡的溫度 現在差不多17度左右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清晨 在苗栗的大湖只有10度 你看看你這裡 多麼的溫暖 你看現在陽光 是照射在你的臉上 對 現在這陽光 又照射在我的臉上 我就覺得整個 整個人都發光發亮了起來 好了 不要再說了 我們還是趕快來爆氣象 當然今天嘉義 其實清晨的溫度也相當的低 大概就只有12.9度 當然就今天來說 天氣是好的 我們趕快透過衛星雲圖 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就今天來說的話 東北季風是已經減弱下來了 甚至從東北風 慢慢的要轉吹東風 而且水氣非常的少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 都會是陽光露臉 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就連前幾天在下雨的 包括基隆北海岸 宜蘭 花蓮 台東 其實今天都可以看到陽光 只不過偶爾在基隆北海岸 到宜蘭之間 還是會有一些 零星下雨的現象 那麼因此 從雨區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 就今天來說的話 其實大部分地區 都不太下雨了 就連之前幾乎天天下 天天下了 基隆北海岸到宜蘭 其實今天降雨 也會有空檔的 那麼偶爾 下一點小雨而已 當然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淑莉真的要告訴大家 好好的把握 因為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下個禮拜三 天氣都會非常的穩定 而且都是暖洋洋的冬天 甚至會暖到你懷疑了起來 到底是冬天還是夏天 因為北部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 在禮拜天跟禮拜一 甚至高溫就可以來到28度了 不過還是要注意 像這兩天 早晚 早晚清晨的低溫 還是只有12 3度而已 那麼中部地區來說 當然天氣就更好 更晴朗了 甚至高溫將近29度 接近30度的高溫 等於是日夜溫差很可怕 這幾天的日夜溫差 在中部地區 你看甚至可以差到幾度 今天的高溫中部29 低溫只有13 11左右 但是日夜溫差你看 一口氣超過16度 所以這樣的日夜溫差 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 多留意了 那麼在南部 南部地區來說 溫差沒有像中部地區這麼大 但是其實也都有 將近12到14度左右 那麼當中島的時候 你看禮拜天跟禮拜一高溫 楊大哥30度 玫瑰花在這樣的30度高溫 它還是可以溫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早上它溫度會下降 然後中午高的話 反而花會更漂亮 這樣啊 所以日夜溫差大 日夜溫差大 反而可以讓玫瑰花 更開得更好更美 阿拉東半部地區 其實也要好好把握 這幾天的好天氣 因為不下雨了 陽光露臉了 所以在這麼漂亮的清晨 我們就提醒大家了 好好的來國境之南 好好享受這浪漫的有機玫瑰 不僅可以賞花 還可以採花 甚至來吃花吧 時間交給家如囉 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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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